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北市新店区22号早上发生枪击命案 何姓死者在自家门口遭到连开四枪 送医或不治 枪手计划相当缜密 早上6点半埋伏在现场 8点13分开枪杀人 随后他开着这台权力车 在新店市区绕行 27分把车子丢进大卖场 随后搭小黄逃往台北 并且将作案衣物留在龙山寺附近 再跳上计程车前往桃源机场 12点入海关 下午2点半出境逃往中国 嫌犯案发后在卖场先换一次衣服 在台北市再两度进行变装 帽子颜色衣服都不相同 屡次制造断点增加追查困难 因为已经出境 我们会请亲自辖聚 大家来配合 来做持续的追查 这名黄性枪手年约30多岁 过去曾有枪炮和炸漆前科 犯案过程相当老练纯熟 再加上火速出境 怀疑幕后有人协助安排 目前警方扩大追查 黄性枪手正在中国防御旅馆隔离当中 期望透过刑事局两岸科 联系中国印度遣返 3月12日王云竹新北市采访报道